特别注意,它那个光碟里面的档案 就是这边有光碟里面的部分 记得就是那个应用范围 那我们练习题就是在这个 比如说第二题 第二题的案例集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案例二就开始这个档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 这一个地方要我们做的就是 要做一个聚集 比如说驱马归归要把它拆过来 那拆过来的方法 特别注意要先做选取 当然你可以写的时候 可以不要选取 自动帮我选取 然后我执行这个聚集的时候 它自动帮我把什么 前面的区码放过来 前面的区码的部分放过来 然后把号码的部分放在后面这一栏 号码的部分放在这一栏 那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那个什么 剖析的方式把它剖出来 那如果说第一个 你可以用录制具以及剖析方法做 那第二个呢 你看你可以用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 不过这边又要需要用不一样的函数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日期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字串 那字串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分隔 这个分隔是dash 那我必须dash 先dash如果说有规则还好 刚好02都是两码的话 那就好办了 可是问题你可以看一下 后面有什么呢 有没有三码的 有啊037 所以这个地方你又不能 我刚好切两个字就好了 不行 它刚好有037 那另外呢 它的长度有没有一样呢 有些是24681011有没有 它有些是10码 所以长度又不一样 那怎么样可以让它自己帮我抓出来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具体啊 啊 录制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用那个资料剖析嘛 资料前面有讲过 那资料剖析的好处是说 它可以帮我抓到dash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啊 放